Movie 你们要不要这么无聊啊 生活多美好 开心点儿吧 要不然我们一起玩个游戏吧 输的人去刷板 怎么样 什么游戏啊 撕纸巾吧 怎么玩 首先呢 把纸巾叼到自己嘴上 依次传下去 下面的人要用嘴 把纸巾给撕下来 不能接住外力 如果传到最后 纸巾没有了 或者说是 那个人不敢接了 那就代表他输了 怎么样 玩 我排一名后面 他一号 我二号 那我三号 那 我四号 既然你们都要四号 那不如 你们就搬手腕吧 谁赢了 谁就拿四号 怎么样 这个好 没问题 小case 我这肌肉 终于派上用场了 来 你现在认输害来得及啊 免得一会儿太丢脸 开始吧 三 二一开始 我还没准备好的行吧 不行不行 重来重来重来 愿赌服输 一鸣 好吧 我走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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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输 这是认输了 这句不算 我们重新再玩一句 树荫都已经分出来了 算了吧 算了吧 反正我也不想因为赢 要跟男人亲走 算了 算了 我去洗碗 我来洗吧 不用了 不用了 游戏是我输了 那我来帮你洗 不用了 你刚才是因为紧张才认输的吧 我是觉得 有玩游戏的时间 碗都已经洗完了 你有事吗 你想办班的事情 我仔细想过了 需要先申请许可证 条件比较严格 你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 估计很难办 陆景文可以帮忙 那钱呢 场地呢 设备呢 还有前期的广告 这些哪一样不需要花钱 难道你要花陆景文的钱吗 如果是在仙海的话 我可以帮你解决 场地 设备 我都可以用最优的价格帮你弹下来 许可证的事情 还可以让爸妈帮忙 你怎么了 没事 可能是着凉了 胃有点不太舒服 那我去给你买药 不用了 我带药了 那我来帮你洗吧 你休息 好 多好 好 你可千万要乖一点 不要露馅了 我在小花园等你 我会一直等到你来 我会一直等到你来 姜妹 虽然我知道自己很迷人 但麻烦你稍微收敛一点 好的 要不然我们一起去夜游吧 黑灯瞎火的没兴趣 那我就去找我小师妹了 我警告你 不要去破坏我哥和嫂子的关系 不破坏也行 但是你必须得给我介绍一个 新的女朋友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呀 像你这样的就行 谢谢啊 打过一年泰拳 力道怎么样 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我不就是让你帮我介绍个女朋友吗 我做什么 我没做什么 打过一年儿 什么 我可以有抗你的 我可以有抗你 不是 你 谢谢大家